这个键盘叫银沉的D84 它是蓝牙机械键盘带RGB的 今年8月份我做过这个键盘的开箱 现在用了三个多月了 现在可以做一个经验分享视频了 优缺点都说说 最关键是它的使用方法 我感觉这种越复杂的产品 使用起来越麻烦 需要记的东西越多 我在使用这个键盘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在这个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排名部分先后 首先这是一个无线键盘 它没有线 那说明里面有块电池 从收到到现在用了三个月 电量剩余30% 三个月充一回电 我感觉还可以 因为这是我的主力键盘 几乎每天都要用 那如何查看电量呢 首先要启动它的光效模式 按方向神键加这个 这套组合键是灯效的开关 开开之后 按方向神键加这个退格键 按住 现在是60%的变 我不知道你们那是否能看得到 这个123456这个灯是绿色的 说明它电量是60% 那怎么充电呢 它后面有一个 这个C口键盘也自带了一条数据线 我现在用的这是苹果的线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它可以向两侧拐弯 充电的时候啊 这个左侧这个Ctrl键 它是红灯的 能看见吗 它这个灯是红的 说明现在正在充电 那如果充满了呢 这个红灯就灭了 就恢复正常的样子 那什么时候缺电呢 那这个红灯它会慢闪 那就说明键盘该充电了 充电的时候是不能看电量的啊 看不见 另外这个键盘 它是两分钟进入浅睡眠 浅睡眠的时候 所有的灯光全是灭的 30分钟之后进入深睡眠 感觉还是挺省电的 这是第一部分 关于无线电池充电相关的 下面说一下第二点 那就是灯效 我先关一下灯 我平时用的时候是关闭灯效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我才会把灯光打开 炫耀一下 下面分享一下 这个键盘的灯效教程 首先FN加这个键 是灯效开关 先打开 然后这个灯效啊 它是有很多种的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首先说灯效的亮度 按FN加这个上 这是灯效提亮 FN加下键 是降低灯效的亮度 这个FN加左右键 是灯效的速度 向右键 灯效速度变快 左键 灯效速度变亮 我觉得适中吧 下一个 FN加Q键 是切换灯效的效果 它这里面有两个模式啊 按一个键 它这一行都会亮 这个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按一下这一片会亮 我比较喜欢这个方案 然后还有一个是FN加A键 这A键呢 就是改变灯效的颜色 红色 这黄色 绿色 蓝色 一共有八种颜色 还有一种彩色 感觉这红色好一些 还有一个FN加DEL键 就是删除键 这个组合键是切换灯光的方向 但是不是所有的模式都支持 关于灯的玩法有很多 各位看一下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千万别弄丢了 好 我们开灯 下一个我要说一下它的三模 就是三种模式 这有一个盖把它打开 这有一个切换键 左中右 最左侧是蓝牙 中间是有线连接 右侧是2.4G 它也自带了一个2.4G的接收器 这三种模式 不是说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 我开始就是那么想的 但实际上是有规律的 比如我们要用它来打游戏的话 把它切换到有线模式 插线接电脑 因为用有线 它的延时更低 抗干扰能力更强 更稳定 因为我平时打字比较多 我比较喜欢用2.4G的接收器 走的是2.4G的无线 这种无线方式比较方便 而且比蓝牙稳定 那蓝牙干什么用呢 蓝牙连接是和手机和iPad这类的东西 我也尝试过用蓝牙 把它接在台式机和苹果笔记本上 连接和使用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稳定 苹果的MacBook Air还好 可能是笔记本和键盘之间的距离很近 而且没有遮挡物的关系 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但台式机就不一样了 我的台式机的主板是微星的B660返击炮 带WiFi的版本也自带了蓝牙 据说性能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可能是在机箱后面的缘故 经常会出现随机抽风的现象 一般正常情况下用是没问题的 可以打字 但是有的时候 说不准在什么时候 就会出现打字 它出来的很晚 比如说我都打了这么多字了 过两秒屏幕上才出了字 但是过一会可能又好 这种缓慢现象 因为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感觉到很不爽 于是我就不用蓝牙了 用2.4G 这个2.4G的稳定性要好于蓝牙 基本上不会抽风 我是把2.4G的那个接收器 插在了Hub上 一个极限器上 这个极限器 如果掉到桌面下面的话 有时候也会抽风 那把它拿上来就好了 建议接收器距离键盘近一些 这种无线的东西 就是容易受到干扰 我听说USB3.0 甚至WiFi都会影响到蓝牙 具体用哪个模式 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实际应用场景来看 我就用2.4G了 好 最后再说几个优缺点 先说一下右侧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我认为不是很方便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用它蓝牙的模式 来接苹果笔记本 这样要手动给它调过去 就要取开这个盖子 要是没有盖子就好了 第二 这个键盘是支持PS5游戏机的 我用有线的方式把它接在PS5上 可以打使命召唤19 第三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功能 在Windows系统里 我用的是Win11 应该Win11也没问题 这个键盘有三个快捷键 可以调整系统音量 是Funkerson加F5 F6和F7 我给大家看一下 Fn加F5 看那屏幕这个条了吗 12 16 18 这是可以调节系统音量 这个很方便 省着用鼠标去调 这样很麻烦 这个F7就是静音 这个F5是降低音量 这个F6是提高音量 提高音量的时候 自动会解锁这个静音 但是减小音量 不会解锁静音 这个功能使用频率相当高 好继续说 这个机械键盘 它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总是这么打的话 特别是长时间打字的话 手会很累 我给它配了个掌托 其实这个掌托很多年前我就购买了 花了一百多块钱 据说是金丝楠木的 你也可以配其他材质的掌托 这个掌托在上面用起来打字时间久了 不会不舒服 不会感觉到疲劳 好 说下一条 我这个键盘的配色是红白机配色 比较符合我这视频号的定位 我觉得有一点更重要 那就是它这个颜色不是纯白色的 它比较耐脏 三个月我没怎么洗过它 也没怎么擦过它 还是如初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纯白色的是很不耐脏的 纯黑色的更不耐脏 你随便掉点小灰尘就能显而易见 其他的像这种拆键帽 拆电池之类的这种操作 我就不演示了 我也不感兴趣 我也没弄过 至于说这个轴 我也不做过多评测 因为我对这个轴 也不是很专业 咱就不评测了 使用起来感觉好就行了 因为键盘它也是个消耗品 我们不要把它定位成穿加宝 它不是电源 一个电源人家可以质保十年 像这种键盘 天天用 它很容易损坏 我之前的那个键盘 机械键盘 是樱桃轴的红轴 在当年也是花了499买的 用了很多年 但是最近这两年 总是有点小毛病 比如说容易连件 什么的 这个那个的 但是擦一擦 可能拔下来再装进去就好了 但是可能过两天又坏了 像遇到这种情况 我建议还是该换就换吧 因为现在新的 你看又有蓝牙 又有2.4G 还是无线的 还有RGB灯效 才500多块钱 600多块钱 又不是千八百的 对吧 觉得还可以 毕竟颜值在线 可能等过了几年 又有新花样 又有新东西了 到时再换呗 对吧 这就是个消费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给各位一些参考吧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